我看一堆啊 这堆也是华山基金花的 木板搭起的简陋空间 是翠凤阿嬷的卧室 烧柴煮水洗澡 则在后方的院子 81岁独居的她原本很开朗 却在生日前好忧郁 她近期就会提到 会在家里面突然往生 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甚至会长到弱累 阿嬷从没庆生过 长期关怀的华山基金会 要帮她热闹一下 小岗医院的院长也来了 要看看她新座的护腰使用情况 但阿嬷不断的说着抱歉 这让你们家开心的家务员 老婆要人家吃这么多火 孤独冠的高龄长者 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表达感谢 他只能用自己的歉意 来表达他的不安 所以这里我觉得其实 持续的关怀跟增加互动 应该是未来努力的目标 医院与华山西守关心阿嬷四年 护理师也成了志工 他不认识志 所以他在喝那个钙乳的时候 可能剂量的部分呢 他只能用他自己的认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再帮他多用一点心 解决他医疗招呼方面的一些问题 关心不止在庆生日 志工将持续的陪伴 让阿嬷能恢复往日开朗 大爱新闻 陈一真真热评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